明眼人都会觉得李延熙会选丽轩叶,而不是白木槿,可是李延熙非要打破这个他们的想法,李延熙只带了青烟,出门来到梅雨雅间外,轻轻敲门,小四以为是赵妈妈派来的人,告诉他们李延熙去了丽轩叶房间,可是没找到开门却看到的是李延熙,心中大喜,白木槿觉得自己被拒绝了,心中正失落着,听到小四的这样慌乱的叫声一阵心烦,抬起头正要信小四, 却看到门口的李延熙,不由地睁大了双眼,李延熙看到这一幕,勾起了嘴角,白木槿真是好玩,美人一笑百花失色,应该就是指李延熙吧,李延熙的笑容让白木槿看呆了,李延熙看着他们没有反应,不由地出声,难道白公子不请我进去,小四这才让出一条道,对李延熙做出请的手势,延熙姑娘,请进,李延熙侧头看着隔壁房间,因为动静而出来的南城, 轻笑一声就进了梅雨雅间,南城脸色微变,进了屋之后,刚想开口向立轩叶说,可是立轩叶摆了白手,让他闭嘴,他刚刚都听到了,李延熙进了白木槿的房间,李延熙进了屋,白木槿起身相迎,对李延熙十分客气,并没有因为李延熙是青楼女子,而看低她的意思,李延熙能感觉到白木槿的尊重, 坐下之后,就笑了笑,对她说,白公子要见延熙,是想和延熙说些什么吗?白木槿点了点头,听闻延熙姑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故来见上一面,原以为延熙姑娘不会赏脸,如今见到延熙姑娘,真是十分惊喜,白木槿也不隐瞒,把刚刚觉得延熙不会过来,直接说出来,白公子说笑了,白公子请,延熙怎么可能不来?延熙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琴棋书画倒是会一点, 可是却没有到样样精通的地步,怕是会让白公子失望呢?延熙姑娘过谦了,白木槿没有仔细去琢磨,李延熙那句话的意思,只是觉得,李延熙的话中太过谦虚了,白木槿笑了笑,果然你跟江湖上传闻的一样,李延熙倒是想听听,外面怎么传我?你竟然不知道?白木槿惊讶地说,毕竟是自己的事情,他竟然不去理会?我不知道,李延熙笑了笑,白木槿轻咳了一声说, 外面传闻你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容貌可获国,一舞动倾城,李延熙喝着茶,差点被呛到,这也有点太夸张了吧?他没有那么好吧?没有如此,白木槿见到李延熙,虽然在台上如同仙子一般高高在上,不染尘势,可是私底下还是很好说话的,于是大胆起来,延熙姑娘,我可以教你延熙吗?李延熙点了点头, 被人一直叫着延熙姑娘,他也有些不舒服,这样最好了,那延熙也可以叫我木槿,白木槿友好的说,他觉得李延熙,是一个值得去交的朋友,李延熙也不忌讳他是丞相之子,就按照他的要求叫了一声,木槿,这本来是如寻常夫妻间的称呼,如今被李延熙这样叫出来,白木槿觉得心中很开心 本来隔音很好的两个房间,可是无论怎么样,李延熙都能听到隔壁房间传来的话语 听到李延熙叫的那声木槿的时候,李延熙手握成全,手上青筋直冒,连在一旁的南城都忍不住冷汗连连 宣王府中,兰陵看着正在弹琴的慕容前 主子,王爷他去了红颜阁,慕容前情声一顿,他虽然身在这王府之中,可是红颜阁的大名他还是知道的 所以,当兰陵说他在红颜阁的时候,慕容前脸色大变 快点,叫人传信给爹爹,让爹爹注意朝中动静 慕容前连忙想兰陵吩咐,李延熙跟白木槿接触以后 白木槿的性格很让李延熙喜欢,他们身上有很多相同点 所以,聊得很好,回过神来已经是一个时尚后了 李延熙看着白满妻子的棋盘,轻笑一声 平局,木槿有进步了,白木槿看着李延熙高兴 就提出了要求,今后来红颜阁还能再见到延熙吗 李延熙点了点头,可以啊,我们是朋友吗 白木槿有些开心,两个人就这样走出了雅间 正好李延熙也打算回去了 就出了雅间,正好碰见白木槿和李延熙 李延熙勾起嘴角想着白木槿说 白公子许久不见 白木槿恭敬地向着李延熙行了一礼 参见王爷 而李延熙站在一旁没有行礼 也没有行礼的打算 李延熙皱了皱眉 不过也没有说什么 对着白木槿说 年礼 都说白家大少爷不染世俗 本王能在这烟花之地碰见你 真是意外呢 话中带话 一句句尖锐无比 一旁的李延熙都有些听不下去了 白木槿脸上一阵红 连忙解释说 听闻红颜阁延熙姑娘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我是来请教延熙姑娘的 呵呵 李延熙冷笑一声 京城中那么多的打架 你偏偏要选一个青楼女子来教你 你这做法 让本王实在佩服 李延熙冷笑一声 我和白家少爷性格相同 爱好相同 关王爷和事 王爷怎么能管他人来红颜阁呢 我记得王爷差人请过我 我没去 所以 王爷就是要这样为难我们两个吗 那依王爷的意思 青楼女子就不配拥有朋友了 王爷身在皇家 从小苦读圣贤之书 哪里是我们这些一单平民 可以比得了 可王爷今天说这句话 不过太过可笑 南城刚要上前 被李轩叶拦下 李轩叶看着李延熙笑了一声 哦 怎么可笑法 世人平等这种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 王爷难道还不懂吗 难道非要延熙教王爷才会懂吗 白木井拉拉拉延熙的衣袖 延熙 不要对王爷无礼 延熙姑娘虽身在青楼 却也知书达理 不是青楼那等闲之辈可以比 不过性子太直 说话有些不合王爷意 请王爷多多担待 不 延熙姑娘说的句句是对的 本王是一件猛夫 有无人教诲 所以才会如此不懂体谅百姓 没想到李延熙冷笑一声 你知道就好 不用我给你细细说明 这一句话惹得丽轩叶大笑 原来白公子喜欢的 是这样伶牙俐齿的人 本王见过的女子不多 不过伶牙俐齿的倒还是见过几个的 早知道白公子喜欢 就留下来送给白公子 白木井皱了皱眉头 久久才说出一个字 这 他不是喜欢伶牙俐齿的 他是喜欢有才之人 他承认他是喜欢李延熙 可是李延熙一身才华也值得 也配他喜欢 丽轩叶笑了笑 用手挑起李延熙的下巴 轻地说出那些伤人的话 你到底是谁 怎敢在本王面前如此张狂 你接近白家是为什么 是对白家有所图 丽轩叶盯着李延熙看 那目光如火 让人感觉深出地狱 李延熙看着丽轩叶的目光 王府中 即使是犯错之时 他也不曾用这样的目光看过他 如今的目光带着战场上的肃杀 带着无边的寒气 李延熙轻轻开口 延熙胜为青楼女子 读书读得少 圣贤之书却也碰过几本 不多不少会些才华 不过即使是这样 严熙也懂得知音难遇 白公子因为严熙的才华来此 我们因爱好相投 所以相聊甚欢 怎么到王爷口中 就成为了故意接近了呢 严熙在王爷眼中 就是这样 只看重权势之人吗 如此那刚刚 我为何不选王爷 比起白公子 王爷的权势更大 不是吗 丽轩叶眼中闪过一丝笑意 没有回答李延熙的问题 反而把他的问题反问回去 是啊 你为何不选本王 本王比他差了什么 李延熙看着丽轩叶 刚刚延熙说过了 白公子是因为延熙的才华而来 不是因为延熙的容貌 倘若如今站在王爷跟前 是一个有着奇才却无言的女子 王爷 你会和他说这些话吗 丽轩叶轻笑一声 真是有趣 都说延熙姑娘一武千金难换 那么一夜要多少 万金还是万万金 王爷出不起这个价 何必要问 丽轩叶越来越觉得李延熙有趣 好像那个小蹄子不畏惧他 为何 本王出不起 因为我不做王爷生意 李延熙避开丽轩叶的目光 刚刚带着煞气的目光他可以直视 因为死过一次 不怕 呵呵 真是有趣 丽轩叶也不再说什么为难两人的话 就离开了 白木槿看着丽轩叶离开 苦笑了一声 还好他没有较真 不然 可能他也保不住李延 不过 看丽轩叶的口气 好像以后盯上了李延熙 李延熙日后的日子 不好过呀 延熙 你不应该和王爷这样说话 李延熙冷静下来之后 回想刚刚和丽轩叶的对话 点了点头 我知道 我会避开他的 谢谢你木槿 虽然白木槿没有说很多维护他的话 可是李延熙知道 白家身为丞相之家 不宜和皇族有任何冲突 而刚刚白木槿为了他 帮着说过几句话 你在想什么 白木槿看着李延熙冷冷出神 以为他是为刚刚的事情而后怕 就开口安慰说 延熙 不要放在心上 李延熙点了点头 突然很想问白木槿对宝燕怎么看 就开口问 听说宣王爷的八夫人是乡府的丫头 后被乡府收作该女儿 因为通奸而被沉河 一场关于政治的婚姻 而宝燕应该算是牺牲品 这场婚姻的牺牲品 也是一个可怜的 白木槿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妹妹白木轩 和丽轩叶的事情 他也知道一些 父亲不许白木轩嫁给丽轩叶的缘由 就是因为太师傅的女儿慕容前 加入王府做了侧妃 太师傅和丞相府本就势不两立 李延熙看着提到宝燕 白木槿的语气中暗藏的怜悯 又看到白木槿连连叹气 他就知道白木槿是他的知己 白木槿看向李延熙 为何要问关于八夫人的事 没有 只是听说八夫人 曾经以一首曲子闻名过八方 可惜不在人世 不然延熙真要好好拜访拜访呢 李延熙打着哈哈 避过白木槿的问题 白木槿点了点头 看了看天色 时候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了 延熙 有空再会 好 李延熙招呼两个小丝 送白木槿出去 自己回到房中 丽轩叶回到府中 慕容前又派人过来 把刚刚的话说了一遍 丽轩叶有些烦 让南城打发了人 容汉来到书房 手中提着石盒 他让厨房做了银耳莲子羹 他想以关心他为由去见他 可是来到门前 却被南城拦了下来 容汉从小受宠惯了 哪里有人跟他这样说过话 被南城这样冰冷的语气一说 火气就上来 丽轩叶开门走出去 看着容汉拿着石盒 看见他走出来时 一脸乖巧的样子 丽轩叶叹了口气 大晚上的天气又凉 你不好好睡觉出来做什么 我瞧着王爷回来了 就让人顿了些银耳莲子羹 请王爷喝一 晚 南城又死拦着 不让进去 容汉火上浇油 就气急说了南城两句 容汉脸色十分难看 要不是丽轩叶在这里 早就破口大骂了 丽轩叶看着容汉脸色不好 也不想多说什么 我这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你先回去吧 免得太累着凉 容汉还想再待下去 可是 看着丽轩叶的脸色 有些不好 就低声和丽轩叶说了几句 丽轩叶硬下之后 才带着人依依不舍地离开 丽轩叶看着容汉众人离开 又看了看在一旁安静的南城 开口说 今夜本王谁都不见 南城硬下了 丽轩叶还想再说什么 却在话要说出口的时候放弃了 夜晚 王哲被带到月娘的房间外 他在静雨不静之间犹豫不决 最后深吸一口气 还是推门进去了 刚刚赵妈妈就派人 告知了月娘王哲的来意 月娘也就抱着琵琶 坐在椅子上等着王哲的到来 王哲推门进来的时候 没想过月娘是这样的 他愣了愣 轻轻说了一声 月娘 月娘抬头 如出水芙蓉一般美丽的面貌 带着地狱气息 声音已经不像刚刚唱曲的时候 那么轻软动听 带着从雪山深处带出来的冷 听说公子是来劝月娘回头 还愿意娶月娘回去 王哲点了点头 并不害怕这样的月娘 倒是生出了一些亲切感 倒像是曾经的自己 一个眼中带寒冷的冰 一个眼中带着炽热的火 冰火相碰撞 在空中蹦射出火花 最后还是月娘抵不住王哲如此炽热的目光 收回目光轻轻说 我给公子弹一曲 给公子说一段往事 倘若那时候公子还想带月娘走 月娘也心甘情愿 那是一段月娘的伤 在凄凉的曲子中缓缓到来 在如此沉浸的房中显得特别甚人 王哲只是静静地听着 灭门惨案 父母含冤 含恨九泉 这些都是月娘不能触及的伤疤 不能去揭开的痛 一曲中 月娘的心事已经说完了 月娘看着王哲 想从他脸上找到半点厌恶 半点怜悯之意 想以此拒绝他的 可是竟然连半点都找不到 月娘看着王哲 你不觉得我可悲吗 王哲点了点头 是挺可悲的 月娘听到这句话松了口气 我不需要你因为可怜我而娶我 我请月娘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 也不要任何人的怜悯 最后 王哲要离开了 留下一枚黑玉 这是我家的传家宝 我可以帮你报血海深仇 你来到我身边 你可以想好 再派人通知我 不过请你尽快 因为十日之后 我将会离开耀城 回到燕城去 那腰快 月娘没有想到 离别这样 快就要来临 他还想多了解一下这个人 嗯 王哲点了点头 他对月娘的情 他自己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就是觉得月娘和当初的她一样 而且 看着挺舒服的 好 月娘点了点头 十日后 倘若我不想 我把玉派还念 红颜阁内的李延熙屋中 李延熙卧在软榻上 因为那段时间的严刑拷打 李延熙身上 已经落下了病根 即使后面有司空爵这样的高手 也不能治好李延熙全部的伤 特别是膝盖的伤 因为受伤许久 寒气入骨 无法根治 所以 冷雨液都会隐隐作痛 司空爵配了止痛的膏药给他 让他下雨天天上会好一点 可是还是能感觉到痛 好像好多只蚂蚁 啃咬着他 让他难受无比 可有什么办法 让他不那么痛 容信阳看着李延熙脸色发青 低声问 元臣摇了摇头 师父只能做到 让他疼痛减半分 也就只能减半分 我的医术比师父差了很多 我自然也没办法 元臣看着李延熙这样 心中也不好受 可是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李延熙这病 是许久之前的了 连师父都说 没办法根治 李延熙扯出一抹微笑 我没事 忍忍就过去了 还好只是疼痛的一半 倘若没有这个药膏 我又不知能不能撑得住呢 小夕 不用强撑着 疼就喊出来 李延熙摇了摇头 闭上眼睛 去感受膝盖的疼痛 容信阳把带来的酒 给李延熙倒了一杯 这是一梦三生 喝下一杯 睡一觉 可能就能梦见往事未来 李延熙鬼使神差的结果 杯中传出淡淡的酒香 一梦三生嘛 好名字 真的可以看到 我想见的人吗 李延熙一口饮尽 辛辣的味道 灼伤了喉咙 不过李延熙并没因为疼痛 反而越来越清醒 最后 四周黑暗 看不见任何东西 李延熙也抓不到什么 李延熙无力放弃 停止坠落 这就死的感觉吗 坠落到无尽深渊 是地狱吗 第二日 他们吃过饭之后 菊儿就提醒李延熙 小姐昨儿 你答应了白公子 要去他府上的 现在要去吗 菊儿不说 李延熙差点忘了 李延熙看着天还早 不过现在就去吧 虽然是夏末 可是太阳还是很大 马车来到白府后门 不管怎么样 李延熙毕竟是青楼女子 倘若从前门进入乡府的话 难免招人议润纷纷 顾李延熙就让车夫走了后门 白木井的院子过偏 在白府的东边角落中 因为白木井喜欢清静 顾搬到这里来 李延熙扭头 就看到白木井踏着光进来 木井 让你久等了 进屋之后 淡淡的药香蔓延 白木井请李延熙坐下 让丫鬟上茶 你今日请我来做什么 李延熙先开口 白木井看着李延熙 上次你许诺过 要给我弹琴 帮我鉴赏鉴赏话的 李延熙拍了拍脑袋 对着白木井 歉意地笑了笑 许多事情太忙乱 古忘了 既然是许诺你的 那么就今天吧 青烟 我的琴你带了吗 李延熙想起荣信阳 送的那把绝世好琴 都没有用过 今天拿来试试 青烟那日 也跟着李延熙 去见了白木井 顾李延熙答应白木井的 都记得一清二楚 早就把琴备好了 李延熙葱白鲜长的手 在琴弦中来回穿梭 最后形成曲子 十面埋伏 本来就很有意见 形成曲子之后 让人感到战场气氛 让人想拿起刀剑 宝家卫国 随着琴音的越来越高 最后到最关键的一点的时候 李延熙小心翼翼的谈 终于老天 没有负了李延熙的期望 异曲中 鱼音绕梁 琴弦还在 并没有断 李延熙笑了笑 他就知道 是琴的问题 看着这样的一把好琴 李延熙心中 很谢谢荣信阳 把这样的一把 好琴送给他 正所谓 好马配好安吗 白木井在李延熙 弹完曲子之后 久久不能回神 回神之后 盯着李延熙的手指 实在不能想象 刚刚那场气势磅礴的曲子 是由李延熙弹出来的 这首曲子可有名字 李延熙点了点头 这首曲子 叫《十面埋伏》 它的来源 还有一个典故 白木井看向李延熙 又看了看旁边 还在愣着的青烟 什么缘故 是讲述一段大战 我也不记得多少了 不提也罢 李延熙想着 这个时代 没有在史上出现过 还是不要轻易地说 史事好了 你不是说 让我看话吗 话呢 李延熙避开 白木井灼热的目光 书井一听 李延熙这句话 马上回神 转身去书房 报了话来 你饿了吗 白木井听了 李延熙弹的一首曲子 又跟他说了好一会话 不知不觉 已经到了晌午了 他晨起并没有吃什么 觉得有些饿了 有些 李延熙不像那些 娇滴滴的小姐 饿了也强忍着说不饿了 吃饭矜持 只吃一点点的 那就备饭吧 哪里有让客人 饿着的道理 等他们上好菜之后 才出来 席间还留着两个丫鬟 李延熙想起 自己还在王府之时 白木萱已经入宫为妃 如今 许久没听到他的消息了 李延熙忍不住去问 听说你妹妹 如今是宫中的皇妃 是 白木井放下筷子 喝了口茶 你怎么不去做官 一线如今 白府在朝堂上的地位 你父亲怎么忍得 让你荒废如此 我讨厌官场的 尔虞我诈 入朝为官 朝堂险恶 半君如半虎 我不想入朝为官 我宁愿做平常百姓家子女 李延熙放下筷子 看着白木井说 当初白小姐是喜欢宣王爷的吧 我身处红颜阁中 爱听趣事 所以想来问问你 白木井是真心把李延熙 当成是朋友 他问的是 他都会说 穆轩对宣王爷是有情的 宣王爷对穆轩 应该也是有情的 不然也不会细心体贴至此 可是奈何天意弄人 丞相府和太师府 势不两立 宣王爷偏偏娶了 太师府的小姐为侧妃 父亲一怒之下 就让穆轩入宫 李延熙听着白木井这段话 不知道是应该喜还是背 如此说来 立宣夜对她 是把她当成棋子 而对白木轩 是真的真心实意 李延熙听完这段话 就没有什么心情 都是心不在焉的样子 白木井开口问 这是怎么了 我只是有些乏了 李延熙看了看外面天 起身 时候不早了 我今日还有许多事情 好 白木井看着李延熙 脸上真的有倦意 就没有再拦她 路上小心 宣王府 丽宣夜心中 有些挂念李延熙 低声吩咐一旁的南成道 你去看看 可是 他身子有什么不适 南成抬眼瞧了瞧立宣夜 应了一声势 南成再回来时 就带回一个消息 严熙姑娘如今 正在和月娘姑娘喝酒谈天 并没有身子不爽 李延熙握紧了杯子 他那么担心她 他却用这样的借口搪塞她 明明知道是借口 可是还是忍不住去关心她 南成从长袖中拿出两个格子 请王爷过目 李延熙拿过盒子 打开一看 晶莹剔透的白玉 这是上好的暖玉做成镯子 传说有着暖身的作用 丽轩叶想着前几日 探子回报他身子不爽之事 就想着做了这个给他 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 丽轩叶合上盒子 送去红颜阁 南成抬头看着丽轩叶 眼中满是震惊 是 南成接下 李延熙最近不管事 赵妈妈每天都会在他房中待一会 和他说说昨日发生的事 这时候 清烟敲了敲房门 随即关上房门 慢慢地走进屋 小姐 宣王府送来的物件 李延熙接过 打开盒子 看到玉镯 伸手触碰是温热 做工精美 很好看 李延熙知道 这个是暖玉 曾经他也送过他一块 都说暖玉世间含有 怎么他手中有那么多 好漂亮的玉 小姐不带上试试吗 清烟看着这样好的玉 是个姑娘都会喜欢 有些东西 再好看也不属于我 李延熙苦笑一声 这玉是他送的 我带上算什么 今日乡府中大摆宴席 真是风光无限啊 宣王爷道 随着小思的一声叫唤 大家都朝着那边看去 只见丽轩叶牵着荣瀚的手进来 而坐在高座上的白木轩脸色一僵 众人看着三人脸色 心中多少也明白了些 看着丽轩叶和荣瀚恩恩爱爱的样子 再见到白木轩的脸色 众人倒觉得是轩王爷钟情荣瀚许久 而白木轩纠缠不清 白霄年轻壳一声 打断众人的想法 起身行礼迎接 众人也随着白霄年给丽轩叶行礼 丽轩叶看着白木轩行了一礼 穆飞娘娘 白木轩看向丽轩叶十分难受 不过也不好说什么 免礼吧 谢娘娘 丽轩叶面上并无什么表情 只是一直握着慕容前的手 白木轩看着这样笑了笑 荣瀚姐姐许久未见 可还好吗 荣瀚察觉到丽轩叶从禁府后 就对她过分亲密 本今日她来找她的时候 她是不想来的 可是相辅给太师 扶下了帖子 慕容前又不去 只能她去了 丽轩叶开口说道 黄嫂太过抬及哈了 黄嫂现在是黄妃 叫哈姐姐有些不可 就算之前黄嫂和哈儿是极好的姐妹 可规矩不能废 白木轩轻笑了一声 怪本宫 之前和侧妃关系极好 又许久未见 想念得紧 故今日一见 太过高兴 忘了 请王爷不要见怪 荣瀚行了一礼 怎么没见慕容前 本宫记得是给慕容前下了请帖的吧 莫不是本宫记错了 白木轩看向一旁的白萧年 看着丽轩叶如此维护慕容前 她心中不舒服 非要找个罪名给她安上才可 丽轩叶看着白木轩笑着说 前儿近日身体不爽 孩儿替姐姐出席黄 嫂有何意义 白木轩脸上有些难看 看向丽轩叶的眼中尽是不满 不满丽轩叶如此维护她 白萧年看着白木轩 叹了口气 娘娘 宴席已经备好 可要开始了 白萧年的这一声娘娘 把白木轩的神智换了回来 回想起刚刚的话 苦笑一声 再看向丽轩叶 开始吧 众人纷纷入座 这一顿范慕容前吃的不是滋味 白木轩的针锋相对 她的维护让她看不清 到底她心中是怎么想的 丽轩叶中场离席 白木轩看到了她匆匆而去的身影 看着宫女递上来的酒杯轻轻一服 酒杯洒了她一身 白木轩起身 本宫要回去换身衣裳 各位继续 容汉看着丽轩叶所在座 并无人 就知道白木轩去找的是谁 容汉喝下一杯冷酒 不知她是不是故意离去 引她去寻她 忽听闻有人 白木轩心中一喜 可面上却并没有喜悦的神情 你可要给我一个解释 那人就是丽轩叶 丽轩叶看着白木轩对着她说 何解释 白木轩看着她 你为何要如此维护慕容前 为何再在我面前如此维护她 她是我的侧妃 你让她无脸 就等于让王府无脸 这个理由够不够 丽轩叶嘴角带笑 看着眼前的白木轩 就单单这样 可你如此让我没面 可有想过我的感受 你 白木轩说着说着 眼中已有了泪水 丽轩叶握住她的手 把她她拉到跟前 我这是存心气气你 看你心还在不在我这 看来还是在的 莫要哭 我们许久才见上一面 你是要哭着对我吗 白木轩手一下一下击打着丽轩叶 心中把刚当的苦涩都忘了 却没有看到丽轩叶嘲讽笑容 白木轩看着她说 原谅你了 下次还这样 我就 丽轩叶低头看向她 就怎么样 白木轩也不知会怎么样 她安慰自己说 这都是因为要避嫌 丽轩叶从长袖中拿出一个盒子 递给白木轩 前些日子一时兴起 看见了金钗花样子 就让他们去坐了来 如今坐好了 却和我府中的几位夫人不配 想来想去 只有你带最合适 就把她给予你了 白木轩打开盒子一看 里面的金钗做工精细 绝美非凡 她好生喜欢 她守势不守 却钟爱这个 这个是她送她的 故钟爱 我得先回去了 离习太久不好 丽轩叶想着就要离开 白木轩拉住她 点起脚在她耳边说 你去吧 轩王府中的书房中 南城递上小册子 王爷 属下查出来了 红颜阁老板是颜希姑娘 果然 丽轩叶笑了笑 她早已经猜出 翻开小册子 看着上面的字 又看见李颜希那段自大的话 轻笑一声 不怕试得小提子 丽轩叶看到李颜希的贴身丫鬟的时候 皱了皱眉 神情严肃道 去查查绝儿的来历 把她身边的人来历都查清楚 亦有亦动 马上回离我 南城知道 丽轩叶在担心李颜希 南城想出声提醒丽轩叶 不过看着丽轩叶的样子 南城怕说了 她也听不下 故没有说 丽轩叶看着小册子 心中暗暗想 小提子 收人也要查清楚人的底细 莫不要被人摆了一道可好 平时如此聪明的人 怎么就如此不谨慎呢 清烟和菊儿安顿好许伯之后 就回到了红颜阁中 路上察觉一直被人跟着 却不知是谁 第二日 菊儿被立宣叶掳走 南城查出菊儿出身不凡 不过后期家道中落 被一地方贪官看上 想要守座夫人 菊儿宁死不从 那贪官把菊儿的父亲抓起来 逼菊儿就犯 菊儿无奈 只好从了贪官 可那贪官竟然在第二日 就杀了菊儿的父亲 把菊儿和菊儿的父亲扔出府 菊儿只好带着父亲的尸身来到燕城 被荣府收留 一直在暗中找寻报仇的机会 如今他就是看上李延西 想要借李延西之手除去那贪官 丽宣叶觉得菊儿可用 就让南城把菊儿绑来 扔在地牢之中 怎么问李延西的事 菊儿都不肯说 可见 虽然菊儿想借李延西之手 去除掉那贪官 可却真心对李延西 有如此之心 丽宣叶想把菊儿训练好 放在李延西身边 知道她的一举一动 更能保护她 丽宣叶向着一旁的黑衣人问道 还是什么都不肯说吗 给用过是心骨 可她就是生生忍下不说 黑衣人都有些佩服菊儿 菊儿咬着牙 对着李延叶说道 你休想从我这里 得知她的任何消息 就算我疼死 我也不会告诉你 本王不会从你要她的任何消息 本王想知道的 或者本王知道的 远比你多得多 李延叶拍了拍手 南城把怀中抱着的包裹解开 菊儿看见里面的东西的时候 睁大了双眼 随之冷笑三声 呸 你也有今天 不错 那是一颗人头 一颗贪官的向上人头 菊儿看着李延叶 也不忌讳她是王爷 直截了当地问 你为何要帮我 宣王府从不帮人做任何事情 本王要你去做一件事 要你的生命去保护一个人 菊儿看着地上的人头 闭上眼睛 她不想被人左右 可面上这个人帮她报了血海深仇 她不得不帮他做一件事 还他人情 这就是命 她果然是一个不怕事的小蹄子 就算是贴身丫鬟 也教得如此不怕事 菊儿看着丽轩叶 绝强地说 倘若你要杀我 早在刚刚就动手了 何必要等到现在 丽轩叶看着菊儿 轻笑一声道 真是有趣 菊儿没有时间再去多想这件事 她被南城扛起来 扔到一个房间 一红衣女子来到菊儿跟前 冷冷地对她说 我们走吧 菊儿跟着红衣女子出了王府 红衣女子对着菊儿说 明日这个时辰 我来接你 菊儿点了点头 红衣女子就消失不见 菊儿向着红衣女子 指的方向而去 果然看见了 正在找自己的李妍希 菊儿看向李妍希 轻轻唤道 小姐 李妍希抬起头 看见是菊儿 不过她身上的衣裳 和今日出门之时不同 看她表情之中 大有悲壮之意 想起红果之事 李妍希皱了皱眉 拉过菊儿的手 你怎么了 去了哪里 也不给我们留一个信 可知道 我们有多担心 菊儿忍住泪水 看着李妍希扯晃道 昨儿偶遇一人 她告知菊儿还有亲人在世 如今已经认清 可她要去江南定居 要菊儿一同 李妍希看着菊儿躲闪的目光 和菊儿说 亲人 她真的是你的亲人吗 莫要被人骗了 小时候见过 模糊有些印象 小姐就不必去了 菊儿这时候突然跪下 对着李妍希说道 多谢小姐连日来的照顾之恩 李妍希拉过菊儿的手 对着她说 菊儿 以后不管身处何地 不管以后遇见什么样的人 莫不要忘了我 晚间众人就齐聚第一酒楼 因红颜阁两次露面 李妍希的模样早就被有心人画下 李妍希倾城之貌早就流传于坊间 可谓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如今李妍希并未戴面纱 就这样出现在药城第一酒楼之中 酒楼不少达官贵人 一眼就认出了李妍希 两三个官宦子弟 连忙上前拦住李妍希 对着李妍希说道 妍希姑娘 今日怎么有空出来走走 许久不见妍希姑娘登台 今晚可让我们一饱眼福 李妍希皱了皱眉 心中厌恶 可还是面不改色的客套说 今日身体不适 不想登台 红颜阁的其他姐妹 难道还不够你一饱眼福的吗 红颇子弟伸手去调李妍希的下巴 这要成中 谁不知妍希姑娘的名声 哪里是那一般人所可以比的 妍希姑娘 虽为青楼女子 不过终要嫁人 不如嫁给我 我给你一个二夫人的名分 李妍希不怒返校 多谢您这好意了 我知道 我没有做正妻的命 不过 也在等待有缘人 红颇拉住李妍希的手臂 对着底下的两个家丁说 来啊 把颜希姑娘给我绑回去 元臣会武功 那里任由着李妍希就这样 就绑回去 一把拉过李妍希 让青烟护着 三两下就把两个家丁解决 上前看着顽裤 直接卸了他一只手 元臣平常是蚂蚁 也舍不得弄死的人 如今这样做 李妍希知道 他是真怒了 认识元臣如此久 第一次见他如此生气 知道元臣士气 刚刚顽裤说的那段话 和对他的无礼 本想说算了 没想到那顽裤 还嫌是惹得不大 对着李妍希等人说 等着 我会封了红颜阁的 到时候 你们落入我手中 让你们不得好死 李妍希对着顽裤背影轻笑 我等着呢 众人还沉浸在这一出戏中 想不到李妍希一轻楼女子 竟然有如此的气魄 今日七夕奇巧节 王府中的女人 哪里放过这个节日 明里暗里 都妖力宣夜共度七夕 放完天灯后 看着天色也不早了 李妍希拉着元臣 穿行在人流中 来到一个卖香包的摊位亭下 李妍希闻到了一股 清香淡雅的味道 顾停了下来 在香包中来回找寻 最后 找到了这个淡雅的香包 李妍希刚想买下 凭空伸出一只手 抢过他手中的香包 熟悉的声音响起来 这香包我要了 李妍希抬头一看 看见丽宣夜和容翰 并不意外 刚刚听见容翰的声音的时候 就知道是他们了 李妍希转过头问 还有一样的吗 这是最后一个了 李妍希心中十分不舒服 顾说道 参见王爷 想必这位就是王府的妻夫人了 容翰本不是特别喜欢这个香包 倘若是别人 容翰说不定会让 可是是李妍希 容翰这个香包 就算是毁了 也不会给李妍希 他哪里会这样轻易放过李妍希 哼 听闻妍希姑娘 和秦氏元臣 有斩不断的瓜葛 近日一见 我也信了这个传言了 李妍希如今 只想拿过容翰手中的香包 离他们远点 顾说道 纵使是王府妻夫人 也不能左右严希的生活吧 严希和元臣的事情 妻夫人也管不着 李妍希如此回嘴 让容翰面子挂不住 许多人看着丽轩叶在此 不敢为官 不过都在远处 看着这一场闹剧 容翰拉了拉身旁的丽轩叶 王爷你看 不过是一介青楼女子 竟然如此对我 李妍希不等丽轩叶说话 就接过话来说 青楼女子也是人 妻夫人出致大家 应该比我这等下贱的青楼女子 更懂得李仪吧 容翰还想再说 丽轩叶拦住她 一个夫人没有一个夫人的样子 在那么多人面前 总要顾一下王府的颜面 你如今一闹 王府的颜面何存 李妍希并没有想过 丽轩叶会替她说话 李妍希付了钱 向着丽轩叶行了礼 谢过王爷 严希先告退了 丽轩叶看着旁边的容翰 又看着逐渐走远的李妍希 心中想着 刚刚她如此 对她懂礼仪 该行礼的一点不差 觉得他们又疏远了几分 容翰嘟着嘴 看着丽轩叶 丽轩叶板着脸 并没有要安慰她的意思 大步向前走 觉得天气不早了 是应该回府了